面对灾难和无常必须要用勇气跟毅力来面对 来看到的是四川的地震灾区 历经了半年多以后呢 现在看得出来在许许多多的地震灾区的居民都已经收拾起记的精神呢 同时也展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了 好在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不断有来自各方的志工进行各项的关怀和抚慰 让这群的居民们能够更有勇气面对未来 画面当中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许多居民入住的板房区 很多的四川灾民在过去是务农 可是现在农地变成了暂时要安装灾民的板房区 等于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耕种的土地 家里面如果有男性的话 还可以到城里面打点零工过活 但是上了年纪的妇女们恐怕就很难维持自己的生计了 于是这群的农村妇女又再次发挥他们的应付生活 难关的这种韧性 把自己过去种田种菜的本事找了出来 那么在板房区旁边呢 看看只要能够有一点的小空地可以耕种 他们就开始种起了菜种起了田 数量虽然不多 不过足够家人吃 剩下了不少的买菜钱 甚至还可以分给别人呢 所以大爱记者在地震灾区为你所制作的 见证重生系列报道 今天就来看看这群居民逼近其力的智慧 中午吃饭时间快到了 方婆婆带着我们来到这块空地 来找今天午餐的菜色 原来板房旁的小空间全被老人家误尽其用 种起了菜 以前就是务农的方婆婆 这点小菜园一点也难不到她 只是过去的农地现在全成了板房区 没有地这些菜也不到拿出去卖的量 就只够自己吃了 接下来料理就要到板房区的中央厨房 每个炉灶同时开火 一时间烟雾弥漫 还夹杂着四川辣椒的呛辣味 有人干脆带起玉帽炒菜 不然就是趁着食物烹煮的时间 先冲到户外出口气 炒菜都这样子啊 看来要在板房区吃顿料理可真不轻松 不过食物上桌 家家户户搬出桌椅 聚在家门口吃饭 也让因为地震相聚在一块的居民 从一个个小家庭成为相互支持的 大家庭 四季赈灾团 5G001四川报道